一个简短的故事带给你们 一把坚实的大门上 挂着一个很大的锁 一根铁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还是无法将它撬开 钥匙来了 它瘦小的身子钻进锁孔 只轻轻一转 大锁就啪的一声打开了 铁杆奇怪地问 为什么我放在这么大力气也打不开 而你却轻一举地就把它打开了呢 钥匙说 你会我了解他的心啊 你看 每个人的心 就像一扇上了锁的门 无法轻易进去 只有真正的理解和关怀 才能换我钥匙 打开这扇门 所以说 千人冲 不如一人懂 在生活中 若有一个能懂你的人出现 不用解释什么 他就能明白你心中的千言万语 那该得好 我问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把我安慰 你把我安慰 孤单的时候是你把我陪 吻干了我委屈 流下的泪水 温暖我那悲伤头的心扉 从此 从此我被你的爱牢牢包围 甜蜜的日子让我慢慢体会 你的名字也是常年的词汇 但生命里有一相伴相随 爱上你的人我无怨无悔 爱上你的人我无怨无悔 是你的围绕把我的心抚慰 让我体会被人在乎的滋味 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很美 从此我被你的爱牢牢包围 甜蜜的日子让我慢慢体会 你的名字也是常年的词汇 但生命里有一相伴相随 爱上你的人我无怨无悔 最美的你像春风柔情似水 阳光的你如花儿风花娇美 生命里有你我不会再伤悲 爱上你的人我不再疲惫 是你的围绕把我的心抚慰 让我体会被人在乎的滋味 让我体会被人在乎的滋味 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很美 爱上你的人我无怨无悔 最美的你像春风柔情似水 阳光的你如花儿风花娇美 生命里有你我不会再伤悲 爱上你的人我无怨无悔 爱上你的人我不再疲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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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